英國有一個女子 她每天睡起來就覺得 怎麼很不舒服 覺得每天沒有睡飽 結果後來就 去裝了一個監視錄影袋 結果搞了半天是什麼 她的貓 她的貓 每天晚上都在打她 老杰哥 我們叫 晚上不睡覺的人叫什麼 叫一夜貓子 貓是夜行性動物 你如果養貓的話 貓晚上不睡覺的 夜貓子嘛 不睡覺的人都叫夜貓子 所以你如果養貓的話 原則上她白天都在睡覺 晚上精神都特好 那這位英國女子就是這樣 她每天起來 腰痠背痛感覺都沒有睡好 她就覺得太怪了吧 被鬼壓床還怎樣 結果她就裝了監視器 發現她的貓 從晚上11點就開始鬧她 她已經睡著了 她不知道 開始鬧 一直鬧 每天來鬧 每天來鬧 然後鬧到 她不多從晚上11點 鬧到隔天凌晨3點 連鬧4小時 你這樣子的睡眠品質 你隔天精神會好才怪 她們腰痠背痛是被貓搞的 被貓搞的 結果都沒有睡好覺 所以這個畫面 讓人家很多有養貓的人 其實都心有七七夜那 甚至下個畫面怎麼樣 她希望跟她的貓索穩去騎那貓 結果你看這貓幹嘛 貓就知道 原本有養貓 就貓 打到一個包場就要走開了 為什麼 我們就知道狗奴才是講狗 貓奴才是講人 我這樣講好了 你養狗 你真的可以把牠狗當你的奴才 然後去摸 叫牠過來就過來 叫牠走就走 可是貓不一樣 你要摸牠 要看貓的心情 所以我們來說 養貓的人叫做貓奴 所以說你看 牠不見得輕盈 一巴掌把你打一巴掌 甚至貓其實有時候是 你會覺得牠是有靈性 你其實分不太清楚 貓到底聰不聰明 可是你看這個畫面 這是一個小朋友 要往外跑的時候 結果貓衝出去 顧牠 顧小朋友 你看 貓 不讓牠出去 使勁全力把小朋友 往房間裡面推 這個畫面其實滿離奇的 因為狗其實你可以很明確分辨 哪些狗是聰明 哪些狗不是聰明的 可是貓其實不太知道 因為牠有時候聽懂你在幹嘛 牠也不理你 可是這種貓 在關鍵時刻 你看牠真的 小朋友往外爬 結果貓 懶牙馬上從那個椅子上 跳下來把牠往內推 很神奇 牠知道有危險 對 然後再來 貓也是一個 史上最會自得其樂的貓咪 你看 這個貓 牠為了要去弄那個冰下面的魚 牠就活活跟牠那個冰上面的魚 玩多久 玩了整整五分鐘十分鐘 你看牠就一直在玩一隻玩 貓是這樣 貓可以一隻貓 跟自己的尾巴玩五分鐘 牠就自己在那邊繞圈圈 就追著自己尾巴跑 所以貓是非常會自得其樂 然後這個橘貓 我們常常講 十個橘貓九個胖 橘貓應該是有肥胖基因 你看這橘貓要跳的時候 你看喔 我說不要以為每一個貓 都是非常非常靈敏的 沒有 真的 十個橘貓九個胖 而且甚至你看這隻橘貓 也是一樣 你看 牠要跳 牠要跳 牠跳起來高度 我很難想像 怎麼可以跳 難怪嘉賓貓是舉的 對 真的 十個橘貓九個胖 而且為什麼我講說 貓喜歡吃得其樂 你看這個貓在幹嘛 牠在那個沒有人的地方 像自己在玩月球漫步 然後牠玩月球漫步的時候 牠就這樣自得其樂 然後你看喔 有人經過的時候 牠還裝沒事 然後人走了牠就繼續玩 貓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生物